他那个原本旧的车突然转到一半 变成新的大黄蜂 他这突然变成五门车 这张法团好像有问题 当重力的困重重路 中古车厢收到穿红顶的法团 自本想说 前一条垃垃的 所以发现事情怪怪 错置了两台车 他想弄我们是不是 不同的车子 不同车 然后他却检举成功 还开单自发 好来了 现在重点就来了 那实际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一次发生的时间是 1月3日中到11点39分 车上完工的车量被减击 在路口穿红顶 仍既3点还被发2千截 但是哪里准备等外的时候 又是白色的Vios 有卡穿的这个车 一张违轨穿红顶的车 所变成无卡穿的白色Yaris 两台车根本就无缘 翻头去找 各个行车记录去 发现价是无违轨 我觉得蛮离谱的是 它的前车跟后车 完全是不同一台车 但是呢 可能被这个 所谓的检举达人 移花揭幕的一个结果 导致了呢 这台车 这个罚单呢 而且发到我们这边来 确实是蛮扰民的 因为对我们来说 我们很快地去缴纳 这样的罚单 可是最后变成说 如果我们没有去申诉 那我们的权益 可能就会受损 经检视相关资料及影像举发 同仁确有输入 将主纵撤销该举发单 未来将持续加强远景教育 重力的警方 较有所谓 这是两台无缘车 相比当最缘一台 这警方 也有点较差 民視新闻 总结束 请不吝点赞